如今男生都普遍难回答的问题都是女孩问你 我和你妈同时掉进水里 你会先救谁 大家五花八门的回答 依旧不能完全讨得女孩欢心 其实在古代这个问题就出现过 而且还被一个女贼给回答的淋漓尽致 这是怎么回事呢 这是发生在春秋战国时期的事情 郑国有一个著名的谋略家 名叫债祖 他在郑庄公在位时 八字解读人生 风水改变命运 大家好 居士 从业风水26年 很多人通过我的调节都获得了巨大成功 针对八字测算 风水布局 命力分析 事业财运 首相面相 感情婚姻 有独到专严见解 如果你的财运不价 情感不顺 诸事烦心 原主可添加本居士微信26682135 一一帮你调节化解 记住微信 2668213 郑立公原本以为 连债族的人都投靠了自己 这次一定是必胜无疑的 雍秋深知自己责任重大 日常行事也是小心翼翼 一旦岳父有任何风吹草动 他都会如实禀报 不过似乎负担心过重 反而使他太过于紧张 即使在面对自己的妻子 也是防备心很强 临近计划实施前几天 雍秋竟然说漏了嘴 妻子一番询问后 他只能全部交代 一个是将自己 憾心如苦养大的父亲 一个是心爱的丈夫 雍秋的妻子十分烦恼 无奈只能去找母亲诉苦 面对女儿的苦恼 母亲说了这样一句话 任何男人都可能成为你的丈夫 但是父亲却是没有人可以替代的 女儿听完之后 也十分认同这个答案 于是毫不犹豫的将这件事告诉了父亲 之后雍秋被债族给处死 还扔到了河边 郑立功吓得也连夜逃跑了